講到香港國歌風波 當然第一件事對於李家超來講就是掛了幾班 無論是七人籃球賽在南韓出現 播了願榮光歸香港的事件 然後以往一些國際比賽裏面去到就國歌的情況 去到做一些字幕的時候 竟然是Gall the way to Hong Kong 就是《榮光香港》的歌曲的名字 不是這個義勇軍進行曲 當然如果你說真的事實上是錯的 你就找回負責單位去處理 我覺得你去抓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傳遞那個信息 這個國安警察這個是錯的 然後甚至這個警方 國安公署就說要去外國調查 人家根本不理你 你玩國安法 玩瘋子 你自己三萬塊玩 你搞到我 你香港都不是一個主權國 你有什麼權 你什麼新鮮蘿蔔皮來查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好像 爸爸在外面被人打到重傷 然後回家打老婆子 一樣的情況 是一些懦夫的行為 是一些廢查的行為 當然我們作為一個正常人 一個正常香港人 當然很不慈 甚至根本是藐視他們 但實際上 你會見到很多 譬如說 你說到很多一些專業運動團 在香港 參加國際比賽 運動員本身要準備比賽 各方面的精神很緊張 然後竟然要他們要理會 國歌 播得對嗎? 播得不對 是不是要秒準秒蝕 是不是要不拿獎 是不是要取消比賽 那你其實對於這些運動員來說 是一種虐待 甚至是一種 不要說不尊重 就是一種虐待 我參加比賽而已 為什麼參加比賽和政治拉上關係呢? 播什麼國歌 又不是我播 又不是我唱 是不是呢? 那甚至現在就是說 這個國安又要查這些 就是七人籃球賽的一些球員 那如果很多球員根本都不是香港人 或者都不是拿香港身份證 就轉個頭 拿護照就走啦 就不要玩啦 那香港走完的外國人 如果坦白說 你從這件事更加會見到 更加多原本想著香港繼續住下去的一些外國人 他更加決意覺得香港不是再是一個正常人住的地方的話 是更加多外國人走的話 也都證實到就是說 香港要拿著外國人 起碼扮殺了香港是國際城市 這塊布 也都會被拿走的了 然後當然整個事件竟然處理一個國際笑話 因為實際上你播錯國歌 以前譬如說在這個克薩克 或者很多不同國家 播錯國歌都做一個很可能的事 那主辦單位道歉也是一個程序上應該要做的一個部分 就不是上綱上升到一個運動政治化 體育政治化 甚至是騷擾運動員 騷擾一些運動組織 一些運動協會的一些行為 令到一些運動員再不會出外國比賽的了 因為你出外國比賽 你要擔保國歌播得對嗎 播得不對 你要走 你要退出比賽那樣的 對於運動員來說其實是一種虐待 我覺得也都是令到這筆運動員都沒有可能在比賽裏面 又會為香港爭取一個好的成績 那所以這一種文革的一種鬥怪透臭 或者一種鬥爭 你用鬥爭來上位 好像江青 好像林彪這些人的做法 你想一想 最終都不要好下場 那所以這些人不要好下場 那無論怎樣也好 那這個是必然的了 那問題關鍵就是說 我們作為歷史的紀錄 一定會記錄這樣的事情 對於這樣的訊息不斷散播 告訴別人說好香港故事 那等於就是李家超見完習近平之後 惹了易武漢肺炎回香港 會不會暫平到惹中了呢 甚至會說 李家超打了四針科興 那證明這個疫苗是廢的 因為這麼強的一個病徵 其實實際上也證明了 就是說香港整個防疫政策 跟中國防疫政策一樣都是完全失敗 那當然對比伊朗運動員 他見到他自己的國家鎮壓人物 或者甚至殘勢一些手無寸鐵的一些事物 他選擇是不搶國家 或者甚至是選擇用一個無聲抗議 我想比起香港運動員那種窩囊 或者那種怕事那樣東西 這個形成了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那所以就是 當然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說很多人都有說過 但我覺得其實都是不自實際的 就是說會不會因為這樣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或者甚至那樣東西 那問題關鍵就是說政治庇護 不是說你申請就申請 就是你猜就是去喝茶拿一張票 然後有桌子就埋位這麼簡單嗎 對不對 那所以就是你去到伊朗 他們的運動員 他選擇去不唱國歌 沉默 那他回到伊朗一定會受到處分 那樣東西 但他都願意在一個國際場合 為伊朗政府做的一些傷天害理 去屠殺人物的事 而表達一種不滿抗議 其實都是給伊朗政府一個很大的壓力 或者令到伊朗政府 在整件事上面的國際形象 是更加一落千丈 那都是一種很成功的一種完成抗爭手段 那就是未來香港的運動員在外國的比賽裏面 會不會都透過這個手段 表達對李家超政府 或者表達香港政府的不滿呢 那這裏就拭目以待 那當然都很難期望他們真的會這樣做 那但是實際上 就是你會見到 很多時候你會見到國際的賽事 不是純體育這麼簡單 很多時候體育定同政治 那一場關係 你去哪裏搞體育比賽 搞體育比賽的地方 一樣不給那樣不給那樣東西 或者甚至某些國家 原來他是對某些人進行歧視 或者各方面 那是不是跟世界上一些主流的 一些尊重人權 尊重差異的做法 是不是完全是背道而馳呢 那為什麼被這些國家 辦一些世界性的一些體育比賽呢 那這樣一件事 那當然都不會說到說 這些舉辦國際運動比賽的一些主辦單位 因為他本身內部的腐敗 貪污收錢 已經不斷地 無論是奧委會 或者是國際捉協 各方面 差不多 每屆領導人都不多 不少都是同錢 收錢 抵達家也有關 所以你說體育和政治無關 一定是錯和廢話 你播國歌已經是和政治有關 如果你體育和政治無關 那你為什麼要播國歌呢 國家 國歌是政治象徵 所以你播國歌 你說和政治無關 這個是廢話 就是廢話 這些要蓋幾巴 那當然你說中國 雖然進不了全世界杯子 中國袋 因為常知球隊本身能力表現 都遠超一個國際水平 但實際上 可能卡塔爾滿真 都贊助很多 整個場館的建設方面 所以大家第一件事 你會看到在場館裏面 球場那個 電子廣告牌裏面 你會看到中國袋一世界第二 那我想而知 這種狂妄 和當年聖經故事裏面 有人在一個塔 希望能夠高過上帝的那種狂妄 是沒有分別的 那這種也是一種 上帝要你滅亡 必先使你瘋狂的表現 然後你會看到 中國的一些外交發言人 華春瑩等等 這些就說 這件事是中國制度 這件事和中國有關過人的 但是 你中國製造都是偷外國技術 你很聰明嗎 你自己研發嗎 有多少你自己研發 你都是偷人技術 你突然養肚殺 你才拿到這些技術才這樣做 那你入不了一個 你本身球隊去不了 整場球賽的決賽 然後你就說 這個運動會能夠舉行 就是因為靠中國 建立一些基礎設施 甚至中國一些廣告 炫耀中國的強大 所以有網民就說 其實中國政府又在精神自俗 就是精神自俗精神 坦白說 你連習近平本身精神自俗的話 我覺得習近平和普京的下場基本上 不會分別很大 問題就是說 看普京死得多慘 那習近平就死得多慘 所以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報經最終怎樣下場 那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 那你都會看到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說未來看回 可能是若干年後 看回現在中共的歷史 哇 原來當年中國歷史 哇 當年那些人原來這麼瘋的 真的 真的當自己 吹牛就可以覺得這個就是世界的全部 那真的是這樣 因為 就是實際上 很多人又要看他面色 又讓他吹牛 那你都可以縱容他現在 這種狀態 或者這種表現 或者這種態度 那沒有辦法 那 就是 大家就當笑別這樣看 就指示他 但是 如果你說去到 他連自己都相信自己那套謊 那他都相信自己那套謊 那他都相信自己那套謊 那看他什麼時候做錯事 犯大錯 就好像 俄羅斯打烏克 入侵烏克那樣 結果可能導致整個俄羅斯 就是聯邦崩潰 普京 可能都伸手二處 或者甚至 整個 就是 教會大大國人都崩潰 那你說 其實 我自己都會預計 明年都有可能會出現 一個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 那 中國也不會吸收任何歷史教訓 那 都是那一句 看他怎麼死 那能救死 來囉 那 能靠 五先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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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